少拿700多万也愿意留队,火箭金下超值签约,新赛季又看透俗话说,低水智恩当涌泉相报,在NBA里边,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,虽然有些球员为了追求高薪四处奔走,但是也有一些球员懂得智恩图报,以降薪或是拒绝其他球队高薪的方式,来回报球队给予自己的恩情。 今年夏天,就有这么一位知恩图报的典型,火箭队场军12加3的板邓习猛将,拒绝了其他球队开出的高薪,少拿700多万选择底薪流队,稳定了火箭队的替补习,不得不说,这是火箭队今下一笔超值签约,新赛季有看透,这位少拿700多万底薪流队的球员,就是曾经的扣篮王杰拉德格林,格林是一名风位摇摆人, 身高2.03米,体型偏瘦,虽然有点瘦,但是格林曾经在07年的全明星扣篮大赛中拿下扣篮冠军。 不过格林在NBA的发展并不好,不仅辗转多队,而且还到CBA打过球,在NBA的时候也被下放去过发展联盟。 生涯至今,格林在NBA已经打了11个赛季,在这11个赛季里边,格林已经效力了8支球队,分别是凯尔特人, 孙琳琅,小牛,蓝瓦,步行者,太阳,热货与火箭,不得不说,格林确实混得不好,始终得不到稳定, 尤其是在07到08赛季,就曾效力过火箭队,不过仅仅为火箭打了一场比赛而已。 去年休赛期,格林没有找到工作,上赛季开始,后也一直为货签约,后来火箭队给了格林10天短合同,给了格林一个表现机会,结果格林表现还不错, 然后火箭就决定签约格林到赛季结束,赛季结束后,格林成为自由球员,上个赛季在火箭打了41场, 场均12.1分3.2篮板,场均12加3的水平,是火箭板凳席的一员猛将,提供了强大的火力,场均能够命中2.7个三分球, 今夏合同到期后,森林狼队向格林提出过报价,两年1000万,而火箭队这边只提供了一年240万的底薪, 最终,格林拒绝了森林狼,选择了留在火箭,少拿700多万也愿意留队,其中的原因之一,想必就是格林非常感谢火箭队给自己回归NBA打开了大门,愿意被火箭队继续效力, 格林底薪留队,可以说就是知恩图报,回报火箭队的知语知恩,而留下格林,火箭队替补席火力稳定, 而之后又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强操作,包括引入了强员安东尼,不得不说,火箭队在新赛季将会很有看头, 收发火力凶猛,替补齐格林加戈登火力也凶猛,如果单论进攻,可能效率不如勇士高,但是火力并不会比勇士差。